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社会发展到今天 年轻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掌握烹饪的基本技能 他们对于食物的创作与想法 大多来源于他们的厨艺老师 今天的课堂上 陈荣俊要教学生们制作台山传统的尖堆 在中国 食物是民俗的重要代替 很多节日是因为有一样专门与之对应的食物 而较为永久的保存下来 尖堆 台山地区尤其流行的一种年香食品 金黄色的尖堆 寄托着后人对先人的崇敬与缅怀 也寓意着人们对于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 台山尖堆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 从形状来分 大致分为圆和扁两种 其中以圆最为普及 圆的尖堆 首先要糯米粉做皮 加入花生、芝麻、糖、稻谷、椰蓉做成的馅料 再搓揉 到最后一步时 人们喜欢特意捏出一小搓 油炸时 边炸边翻动 使其厚薄一致 色泽匀称 在热油里不停翻滚的尖堆 慢慢膨胀 炸至金黄 将火候条小 再稍微翻滚几下 就可以出过 尖堆 寓意多子多孙 人丁兴旺 人们把吉祥 幸福 平安和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全部都融入饮食文化中 这就是美食文化所特有的魅力 台山的许多传统小吃都有着这样的魅力 但并不是所有都能适应当代的社会 因为当时平台色化 他会拿我家 或者去买一切 他都会拿我个人 那个安哥 民伴之类 但是他没有拿我的天台 但是定内的 凡事过得我向下 或者拜仙 天天 几款之类 他都是 亦都以来 存在我时 万是任兼的 所以我觉得 存在的东西 不能去避免 厨师作为传统行当 一直以师徒的形式在延续 十九岁那年 陈荣俊就跟着自己的师傅 在酒楼里学习烹饪 众多色香味俱全的菜羊 陈荣俊 唯独对尖堆这种小吃 念念不忘 制作尖堆 不仅要有娴熟的手艺 还要理解尖堆背后的文化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年轻人的观念 也在逐步转变 厨房里的年轻学徒 潜心研究 食物背后文化的并不多 四年前 陈荣俊回到台山 在厨艺学校里 向年轻的学生们 传授自己的碰饪心得 但实际上 他还有另一番用意 是为了不让台山 传统饮食文化失传 他一直在寻找 合适的接班人 三餐外的食物 中国人喜欢小吃 而在西方 他们更倾向于蛋糕 西式蛋糕 伴随着西方文化 传入国内 慢慢演变成 现代人追捧的美味 市中心的一家蛋糕店里 90后的陈玲玲忙着准备 今天的下午茶套餐 近代的下午茶发展 源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 英式下午茶 一边吃着西式糕点 一边喝茶 时至今日 下午茶已成为人们的休闲习惯 面对现代社会的高效率 快节奏 上班族的午餐 常常吃得太少 或者过于匆忙 一顿营养均衡的下午茶 能够赶走下午的疲劳 助于恢复体力 每天陈玲玲都要制作 50多份下午茶套 无归下腿 无归下腿 吴启黎 六十三岁 台山民歌爱好者 台山民歌源于元代 唱法大体上是 问字取腔或暗字取音 生活家庭爱情 亲情友情 唱不完的台山民歌 道不敬的台山故事 全凭这一张嘴 黎姑的这张嘴 不仅可以唱 还非常会吃 今天是黎姑与姐妹们 聚会的日子 除了聚会 今天他们还有一项 重要任务 就是迎接移民美国 多年的老朋友回乡 几天前 黎姑就已经跟其他姐妹约好 今天要为这位回乡的好友 制作一种台山传统糕点 把漂泊在外的游子 拉回家乡的记忆之中 这种传统糕点的原材料 是一种野生植物 鸡屎藤 又名鸡屎藤 台山人习惯将其称为乌芹藤 乌芹藤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常生于河边 路边 灵旁 及灌木丛中 或攀源于其他植物或岩石上 台山地处南方 常年潮湿温热 人们除了喝凉茶 以去除热度之外 还把草本植物配合谷物 制作成食物 而乌芹藤 就是其中一种 将采摘回来的 新鲜乌芹藤叶子洗干净 晒干磨成粉 加入糯米粉 粘米粉 一起搅拌均匀 加入糖浆 煮成糊状 再加入糯米粉和面粉 揉成面团 此刻 平时随和的梨菇 变得严苛起来 几十年的经验 练就一门绝活 反复揉压 增加面团的弹性 在台山 上了年纪的妇女 最会制作糕点 他们把这些传统糕点 叫做瓷 以前生活艰苦 家庭主妇们 只好利用自然的植物 加上自家生产的古物 来制作各种各样的糕点 纤细巧手的灵动 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那一刻得到了完美呈现 父女们的这项手艺 大多传承于自己的母亲 或者上一代 当她们身为母亲或者婆婆时 又将这项手艺 传给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 尽管是离乡多年的妇女 当指尖触碰到这些熟悉食材的那一刹那 灵巧的双手 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 妇女们特别讲究一头 乌情藤圆就是寓意吉祥的最好形态 制作好的乌情藤圆放到锅里蒸煮 颜色渐渐变黑 特有的芬芳气味弥漫整个厨房 15分钟后 热气腾腾的乌情藤圆便能起过 再来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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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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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这是自动物的梅子 对我们的梅子好起碾 真的不做得良心 我就需要他先看我捣他 后来换他 植物搭配果物制成精致的高点 妇女们继承了祖先的智慧 对她们来说 这不仅是一种食物 还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 永远也难以忘怀 赤溪是台山唯一的客家人聚居地 他们讲着最古老的语言 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 同时也保留着最传统的影视文化 由于地处沿海 赤溪客家人研究出一种美食 用于入冬时补身 这种美食的名字叫做糖糊 在台山 糖糊是一款经典甜品 由粘米粉 黄糖 油 花生制作而成 用料虽然简单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掌握当中的技巧 各想品尝正宗的糖糊 就必须到赤溪客家人的家中走一走 在赤溪田头北扎村 有幸见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雷糖糊的传承人 朱家三兄弟 以前说的雷糖糊时 非常自会 60年代 雷糖糊 非常自会 很难 上次糊糊时 都会买麻糖 以前的麻糖 变成麻糖 就会有雷糖糊 但是雷有糖糊 就没有见了 有偏糖 雷有糖糊 在每一个赤溪客家人的家庭里 长辈们最在意的是后辈们能否传承雷糖糊这门传统手艺 雷糖糊非常讲究功夫 所以一般会由男人来做这种美食 将米搅成姜 把黄糖放进锅里 融为糖浆 然后加入米浆和油 不断搅动 搅动的过程 客家人称为雷 这个动作决定糖糊的口感 雷得好 糖糊才能拉成线 口感才会爽滑 去年五月 周家队参加了赤溪第二届雷糖糊大赛 并夺得冠军 成员里除了三位长辈 还有几位年轻人 朱颖周和朱达欢是糖兄弟 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就在自己的家人那里 继承了雷糖糊这门手艺 反正从串到摘胶 看到是药田 形象应该年轻冬 朱颖周和朱达欢这对堂兄弟 是家族里最早学会雷塘湖的年轻人 兄弟俩的手艺清出于蓝 家族的手艺得以传承 这是长辈们最大的欣慰 木棍在朱家人的手里来回传递 一个小时过去了 堂壶终于制作完成 堂壶最地道的吃法不是端出锅 而是用一种植物的叶子 直接从锅里盛来吃 看着美味可口的堂壶 家里的小孩早已垂涎欲滴 但热情的长辈却说 要等乡亲们到齐之后 再一起品尝 如今大家生活条件都变好了 摄取营养的途径也变多了 但朱家人还是经常聚在一起 雷唐湖 除了认同唐湖的功效 他们更多是喜欢上了这种 源于家族传承的味道 城市里 陈荣俊还在物色着合适的接班人 陈玲玲每天都专注于自己的手艺事业 村里的黎姑上午做糕点 下午唱台山名歌 日子平凡却又如此精彩 就像那些朗朗上口的台山名歌一样 听过千遍也不厌倦 台山传统的手艺糕点 经久不衰 赤兮传统的手艺日复一日地在上演 客家人的家族秘密在代代相传 今天当众多的食品被放到流水线上进行复制时 在我们身边仍然有着许多坚持手工制作的手艺人 他们也许会遵循传统习俗形成的经验风格 也许为了适应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但不管哪种方式 手工制作的魅力依然包裹在其中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延续着手工食物的生命力 手工制作的魅力依然包裹在外面